不过人家说老当义壮 做爱心呢也永远不嫌晚 而为了协助花莲医院 筹建护理之家 有一群年龄加起来 超过3000多岁的爷爷奶奶 就骑着单车环岛 希望借着高龄骑士环岛 能够唤起大家多多关怀 独居老人 这群步老骑士组成环岛车队 浩浩荡荡的骑在花莲 受风箱的道路上 年龄加起来超过3700岁的 长辈们沿途宣传 就是要帮花莲的医院 筹筹建设护理之家的经费 让年长者可以安享晚年 主要就是说 我现在这么健康 反正换个人来 让我们来努力一下 不老骑士们 7号从台北的大家河滨公园出发 逆时针环岛 一连数天的风雨和完颜的道路 即使骑到双腿晒伤 红肿脱皮都没有人放弃 我们那个从资本 要到过来的时候就 对 要过来日本那边 就是要经过搜索那边 遇到大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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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趟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还好 有一个使命感 有什么样的使命感 使命感就是来这边看看一些场所 我们台湾目前都已经战正的走入这个老人社会了 所以他们几办这个盖这个 这个照顾的地方社区 论的很有需要 如果大家有钱就出钱有力出力 共襄盛起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老人社会了 你如果不再盖这些厌所来照官到老人的话 将来的老人生活会很可怜 下午从花莲再出发时 天空雷声隆隆 舞雨密布 但这群长辈们没在怕 跨上脚踏车继续未完的旅程 你要报程聚至花莲报导